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。 男明星扮女装,任嘉伦龚俊太搞笑,侯明浩和陆寒也太漂亮了。 影视剧中男明星女扮男装,引发观众热议。 她们以精致的面容和漂亮的女装风格给。 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男明星的女装造型吧。 首先,马天宇在《古剑奇坛》中饰演芳兰生,女装造型非常好看。 精致的脸庞和搭配的衣着,给人一种温柔美好的感觉。 然后,张新诚在大宋少年制扮演员重心,也被赵剪半打扮成女人。 她悄悄带人走进女澡堂,却遭到一群女人的凹打。 这一幕,让人忍不住感叹。 原来男明星为了剧情也是要承受一些痛苦的。 郑夜诚在颤抖八部中还女扮男装,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她的女装风格和精致的妆容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 任嘉伦在《大唐荣耀》中饰演男主角李处,为了潜入军营而乔装成宫女。 任嘉伦的变装造型搞笑,引发观众欢乐。 龚俊以搞笑形象者称,甚至穿女装也会让人捧腹大笑。 虽然从某些角度来看,她确实表现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神情。 没想到陆毅穿女装也很好看。 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温柔安静的女孩。 尤其是右边的造型,让人想起林妹妹。 陈伟霆在《天天游戏》中饰演兔神,虽然最初被选中,但最终被替换。 很多观众都觉得她非常适合这个善恶兼备的角色,赋予她独特的美感。 侯明浩也女扮男装亮相,表现得像个害羞的小女孩。 真正的女人即使和她相比,也会遇到一定的竞争压力。 最后,陆晗真的很好看。 虽然我不是她的粉丝,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的美。 有人把她的脸和弯着腰的小乔的脸合成了。 这幅画实在是太美了,令人惊叹不已。 或许让陆晗来扮演《弯子》这个角色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。 这些男明星女扮男装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然而,为何男明星女扮男装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和热议呢? 是因为他们精致的妆容和得体的服装才让他们 看起来像真正的女孩吗? 还是因为观众对男扮女装的特殊视觉冲击感到兴奋?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,男明星女扮男装只是角色的要求, 但他们精致的妆容和对女装风格的成功演绎。 让人好奇为什么他们的女装造型如此吸引人? 是因为他们的脸庞与女性有相似的特征? 还是因为观众对男性女扮男装的新奇和陌生感到好奇? 男性名人打扮成女性时看起来很有趣或很漂亮? 这种矛盾的感觉难以抗拒,引起观众的热烈讨论和共鸣。 或许正是这种不凡的感觉,让男明星女扮男装的形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最后,让人思考,男明星女扮男装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和魅力? 是她们的外表,还是她们刻意营造的女人味? 还是观众对男扮女装的好奇和兴奋?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揭晓答案。 我们期待男明星有更多精彩的表现。 无论是男装还是女装,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。 当男明星女扮男装时,你喜欢谁?